先恭喜你们要进来很好 你们的比赛 然后能不能读解一下今天的比赛 董老师你们 觉得你们赢一下比赛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场比赛吧 整个就是从场上的气势 然后上来拿下这份的决心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其次就是在场上碰落问题嘛 然后跟同伴之间要有沟通啊 这种在场上的反应 我觉得很重要 你们对今天要打的对手有什么 提前有什么准备吧 因为你们以前应该没有对手 还是因为日本队可能他们整体 球风比较顽强 然后但是在一些进攻上 或者一些没有特别突出的点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很耐心的 跟他们去周旋 不要着急去太阳急于求成